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点新闻 大马疫情后出国旅游热潮不断 观光直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周世碧表示 今年第一季赴台大马旅客近十万人次 马来西亚是台湾东南亚市场最大客源国 尤其南台湾将成为大马旅客深度旅游性亮点 为了协助减班休息劳工 劳动部表示将放宽雇用安定措施启动门槛 该以斟酌减班休息人数和僵数启动 最高补助额度可达新台币9700元 日记7月1号就可衔接纾困条例上路 劳动部长许明春出席职灾劳工 眷属关怀以及职灾预防宣导员邮会 并接受媒体联访表示 纾困条例6月30号退场后 部分协助措施又必要继续持续 尤其是针对减班休息 无薪假劳工的安心就业计划 将回归适用雇用安定措施 我们来新闻卜山来起床 有大家卜上一首好天的歌曲 这是English Song 英语歌叫做 Bobby Girl Bobby女孩 Bobby娃娃有算过吗 那头可以抹起来的那种 Bobby娃娃 小时候阿秋还帮她剪头发 谁知道我刚刚咬就看不出来 我真的是 羊娃娃好像变成鬼娃娃一样 好可怕哦 好啦来跳这条Bobby Girl 来自水亭当山手的 大家一起来欣赏 爱你Bobby Girl I'm aBobby Girl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Bobby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I'm aBobby Girl I'm a single girl In the fantasy world Rick me up Make it tight I'm your dolly You're my doll Rock and roll Feel the glamour in pink Kiss me here Touch me there Hanky Panky You can touch You can play If you say I'm always yours I'm aBobby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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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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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Make me walk Make me talk Do whatever you please I can act like a star I can beg on my knee Come jump in Bembo friend Let us do it again Hit the town Fool around Let's go party You can touch You can play If you say I'm always yours I'm always yours You can touch You can play If you say I'm always yours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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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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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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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Oh I'm having so much fun Well Barbi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Oh I love you Ken 全民节水到点来 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 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 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 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 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 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历史提供 大家好 我是谭小峰 全民共享破坏金金6千块 只要付与资计 都可以领到6千块 领的时间尽量 才不用烦恼 民众可以通过关门来电锡护头 那些是去提款机 有共领现金 特别提示大家 以6千元末的资讯为准 那些是打针针 一球八八 不能上心扎面 那是要言 罪名共享破坏现金 在政报关心理 那听到你的声 我们的心情就开网 起点公布电台 AFC三方 你的心声 我们知道 唱给你开网 说给你满意 这种的用心 因为你值得 带着满意 起码公布电台 AM738 爆爆 猪笔丹丸 欢迎来到哪里 暗示宝宝 我是猪笔丹阿秋 好了 今天是礼拜 六 同样来说到的是 发如伪环的主题 我来关心到一个最近 查到这个严重的新闻 叫做 某幼儿园喂食儿童药物 请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呢 哎呀 来看看这个新闻 很恐怖的啦 这幼童呢 是把孩子 童子吃什么油 这个油 叫做 巴比 桃 刚才听到巴比 有我的话 现在就要介绍巴比桃 实在是非常应景 好了 那么这个巴比桃 是怎么样的药物呢 这家庭是怎么发现 说 孩子怎么看起来 没什么进行的呢 那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啊 大家来 了解我上试哈 为你巴比桃 为你巴比桃 不能乱喂 最要不能乱喂 现在吃的一间油帝桃 在发现 有孩子 让老师吃巴比桃 以及本二蛋品类 丁丁的镇进安眠药物 真的是跟这些家庭 怕得要死 也引起了社会的一片哗然 到底这种油 是什么油 什么总控制 会输用到 那会申请什么互作用 还是说后遗症呢 揭发此案的一位立委 在日前召开地球会指出 新北市板桥一所幼儿园 一次有孩童 从今年二月到四月间 被老师喂食不明饮料 原来是把这个油放在饮料里面 不过这个小孩 不发现了 喝了这些小孩就出现 情绪易怒 热热 来一边睡一边好 有时候还会精神恍惚 甚至出现自残 等等的异常行为 让家长察觉有异状 马上到孩子到医事检验所 医院等等进行检验 目前已经有多名孩童的尿液 验出了含有八笔妥 以及本二蛋瓶类等等药物残留 受害学童 从幼幼班小班中班到大班都有 一间有十七人去报案 惊到人啊 这间油条园里面是 散发多油 是在散发多油 这恐怖的 八笔妥到底是什么样的油 八笔妥是什么我个油 根据研究学 是八笔妥精神科早就已经不实用了 而神经科是用来治疗癫痫 精神科跟神经科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有在讨厌压的 就比阿秋了解 阿秋在这里就没想到 严口长庚医院的 精神科副教授及主治医师张家明表示 八笔妥以及本二蛋瓶类 都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 主要是用来镇静 安眠 抗焦虑等等 都属于管制药品 听我最详细的你看 是关节药品 所以必须在在医生的出风下 才能够使用 其中的本二蛋瓶类 是目前最常常用到的 安眠镇静药物 八笔妥则是1960 1970年代的药物 但是由于八笔妥容易产生依赖 安全性低 所以早就已经被更安全的药物取代了 不知道这个油底痕的老鼠是怎么拿到的 还是它是够起来 感觉没用没差 用在核心上头 在胃福布食药署官网的 管制药物反毒专区中 就有八笔妥的相关介绍 八笔妥是早期开发用于治疗焦虑 失眠的安眠镇静剂 因为安全性较低 容易产生生理依赖性 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 由于八笔妥为抑制中枢神经 造成意识障碍 偶尔有心快感 也被当成毒品使用 长期使用会产生耐受性 依赖性 以及出现嗜睡 不履不稳 就是站不穩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和判断力减退等等争装 服用酷量的话 就会造成嗜睡 意识不清 昏迷 眼球战动 运动失调 滴血压 呼吸抑制等等严重症状 甚至死亡 依胶囊的颜色分 会有红中白板青发 这种俗称 那依照管制药品管理条例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属于第三级的管制药品 与第三级的毒品 所以 可以说这些老师 是在乞养 真是很凹啊 真是夭壮 好啦 先介绍到这啦 这个事情实在是有点大条啊 难处理啊 好 稍等 马上回来 有大家抱上一小感觉 叫做 再上一次庄吧 再上一次庄吧 来助理比划学家 所以让大家做回来 行商 我说岁月的相隔 你要再次出现我的眼前 尽管岁月已经不复当年 好好再上一次庄吧 多少岁月的相隔 你要再次出现我的眼前 尽管苍白的是我的脸 再上一次庄 哪怕明天 将要解释过去的一切 再上一次庄 不要让它 看到多藏在角落的热 和沉沉的心 尽管苍白的是我的脸 多少岁月的相隔 你有再次出现我的眼前 尽管岁月已经不复当年 好好再上一次装扮 多少岁月的相隔 你有再次出现我的眼前 尽管苍白的是我的脸 再上一次装 哪怕明天 将要结束过去的一切 再上一次装 不要让它 看到多层在角落的 我和沉地人的心 再上一次装 哪怕明天 只要结束过去的一切 再上一次装 不要让它 看到多层在角落的 我和沉地人的心 再上一次装 哪怕明天 只要结束过去的一切 再上一次装 不要让它 感到多层在角落的 我们是可爱的路风中 生醉是孤雀摊摩桑 嘿 大家好 欢迎人看人欧楼 几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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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国民的欧巴 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做到国民法官 和国民法官坐在一起 做回来新伴 邀请你现在 做回来做国民法官 让我们的手法越来越好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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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警方昨天破获一处制毒工厂 儿子啊 你看 许多毒品借由零食 饮料 香烟来味装 真是防不胜防 之前破获毒品咖啡包工厂 还有茶户大麻笑气等 这些都会害人上瘾啊 对啊 其中混合多种毒品 做成的咖啡包 成分不明 致死率更高 这些学校宣道都要提醒哦 那你一定要注意啊 妈 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啦 反毒心世代 幸福下一代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注意哦 准备好了 要开始咯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在小小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那么 在渔业广播电台里面 挖呀挖呀挖呀挖 可以挖到什么呢 我知道 农林鱼木的各种知识 还有还有好听的节目 渔业广播电台长期致力分享农林鱼木产业的相关资讯 为了更贴近听友们的需求 我们特别在脸书粉丝专页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想了解大家的收听习惯与满意程度 期盼您的建议与鼓励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 几日起至112年7月20日 请上渔业广播电台官网填写问卷 您的每一句留言与填答 都是我们努力的动力 渔业广播电台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情侯开述海南发生 佛家是失踪人口的孝顺 经账 免负费候不专顺 空白空空空空空白166 佛奥今处准定行和展规 几十八和半美 去让一家汇轮地楼 不幸冰准 准定到天上 有完下落不明 买成佛奥富庆海洋 航行增加增加当上的造成 出海家你的故 哪都无消失的 美欢离合的人生 去说永远关心灵 变化主观的天气 去说永远收获人 海上食欲有个 海上航行的安全 去说以前提借人 去这宝宝电台 给你永远 请作为 欢迎订阅我的暗示 宝宝 我是主持人阿秋 今天宝宝台湾主题 为大家说到 花路快乐 刚刚才宝宝台湾 是游地横 让人吃 巴比拖的案件 好 那么看到 林口长庚医院 精神科 主治医师张家明表示 现在临床上 绝大多数的医师 不会开巴比拖 大部分的科别 也不会使用 只有巴比拖 还有诱导麻醉的效用 有时候麻醉科会用于 手术前麻醉患者 远东联合诊所 身心科专任 主治医师 吴嘉玄 在脸书发文表示 新北某幼儿园 多名幼童血液 验出巴比拖 岩事件 让他这种 几乎天天开管制药物的 医生 瞠目结舌 因为他从来 没开过巴比拖 给病患使用 那是一种盛行 在1950到1970年代的药物 玛丽连梦露死后 体内就验出 这一类的药 过去四五十年 医师们面对 失眠病人 必须开药时 早就有安全性 更高的药物 可以选择 所以也不会 使用到巴比拖 曾任邮政医院 药剂科主任的 开业药师 洪增扬表示 临床上 的确精神科医师 早就不再用巴比拖 只有神经科 有使用来治疗癫痫 但癫痫用药 也有很多选择 未必需要 使用巴比拖 这种老药 有的意愿 甚至没有巴比拖 这家幼儿园 为何选择 以及如何取得 巴比拖 令人费解 希望相关单位 能查出幼儿园的 药品来源 本二蛋瓶类 是常用的 正经安眠药 相对较安全 但很少用于孩童 张扎民进一步表示 本二蛋瓶类 是目前最常用的 正经安眠药 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 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但是很少会用在 小孩子身上 何况在未告知 家长的情况下使用 这是非常离谱 跟不可想象的 一般医师 要开正经安眠药 给小朋友使用 一定会跟家长沟通 说明 也一定有歧视印证 小朋友如果睡不好 医师会找出原因改善 不会使用到正经安眠药 太离谱了啦 怕到人 不是说老人失去 如果这小孩 怎么可能呢 这老师实在是 不休假不休假 洪曾阳表示 巴比陀服用过量 容易抑制呼吸 早年经常有新闻报道 民众吃安眠药 自杀死亡 吃的就是巴比陀 后来 本人二蛋品类 成为正经安眠主流 比起巴比陀 本人二蛋品类安全很多 吃很多颗也不会致死 现在就很少吞安眠药 自杀成功的案例 由于巴比陀和本人二蛋品类 都是管制药品 药局也不得贩售 民众必须吃厨房间 饮药 药局对每一颗药的去向 也都必须详细登陆 接受卫生局的查核 那既然是管制药物 有可能会流到外面吗 根据了解 有一种情况是 病患拿厨房间 到药局领了好几种药 然后把他不要的药 留在药局不带走 但是账面上呢 这个药已经有人领用 有药局可能私下再把药卖出去 或是有病患领了药 拿回家却没有服用 任人所讨使用 但管制药品 无论私下流出或 私香瘦瘦 量都不会太大 张嘉明表示 巴比陀是非常短效的 正经压名药物 用药后立即有效 也表示几小时后就没有效果 一般而言 以短效药物的代谢时间 大概两三天后 体内应该找不到残留反应 如果短期偶尔使用 基本上不会对中枢神经 或身体带来伤害 但是这个案件中 还是要了解受害的 孩童被喂药的情况 才能够判断影响程度 用药有让小朋友安静下来的效果 但药效过后 可能会出现反弹现象 例如小朋友有更不安 更急躁的状况 所以这情人吃药了 人家不能这样热热臭臭 小孩子的吸收率特别好 在乱喂 真的会出问题了 好了时间的关系 今天爱情抱抱在这里 先个一段落落 最后有大家抱上一首观 会叫做欢乐年华 来自金明山 就大家做回来欣赏 希望案件早日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让我们来牵着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让我们来牵着手 美好时光莫错过 留住欢笑在心头 欢乐年华 一颗不停留 时光匆匆 哎呀呀呀呀 要把握 都有 有